今天刚刚捡到一个故事,记得很有道理,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,故事是这样写的,有个女人她勤奋善良,不到四十岁就打拼出一片天地,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。 她是一个孝顺体贴的好女儿,也是一个贤惠的好妻子,更是一位慈祥的好母亲。 然而,她没有兼顾好自己的身体而生患重病,老天也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所有人眼中的好人而放过她,最终还是把她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 女人想,我生前也积德行善,死后应去天堂,可是却被上帝一脚踢到了地狱,女人百思不得其解,于是去天堂找上帝问清原为。 上帝将她带到一个可以看到人间百态的三片窗,女人从窗口往下看,清楚地看到了。 第一片窗口,由于自己生病离开,年迈的老母亲不得不去捡垃圾糊口。 第二片窗口,丈夫开心地搂着年轻的二婚老婆,再也不管孩子的学习和生活。 第三片窗口,看到心爱的两个孩子因为无人管教, 学习也越来越差,还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学费,遭受着同学们的排斥与嘲笑。 女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,心却在滴血。 这时,上帝说话了。 因为你的离去,你的至亲至爱,陷入极度痛苦之中, 在人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,凭什么你该进天堂? 女人哭着说,上帝,这不公平,不公平。 从小到大,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,爱别人之前,一定要先爱自己啊? 上帝说,只有健康的人才有精力去关爱别人,才能够给家人遮风挡雨。 说完,上帝一脚把女人踢到地狱去,女人不甘心,悲戚的叫喊声在回荡着。 其实,不管男人也好,女人也好,首先,要善待自己的身体。 真爱自己,才能热爱生活,热爱事业。 所以,我的朋友们,再苦再累,为了家人,适当停一停,休息休息吧。 没有了身体,一切都是浮云。 捡到这个故事的人,请接着传递出去,你就是幸福的人。 这是一个好故事,捡到不要自己独吞。 转发到所有群,送给各群的朋友,也送给所有辛苦奔波的人。 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健康。 感谢观看。